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豆豆姐姐 今天我們要來開粉絲紀禮 今天我們要來開三封 那三封呢 這兩封呢 是同一位粉絲寄來的 那這一位是另外一位 所以是兩位粉絲寄來的 但是這位粉絲呢 因為他把它分成兩包 那首先我們先來開這一包 公開喔 清單 這是一個小小兵的一個杏子 很可愛 豆豆姐姐 你好 很高興我能寄這份禮物給你 也希望你以後會有合作頻道 讓大家可以跟你合作 好愛心 大家也可以來訂閱我喔 Yummy Bear 零下手作 鏡上 所以這是Yummy Bear 零下手作寄來的粉絲紀禮 然後這一張是他的清單 然後這個是他的頻道 好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喔 會辦一些回饋抽獎 送一些小禮物喔 你的一個訂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大家 好 你們有空的時候可以去他的頻道看看囉 那現在我們來看 Yummy Bear 零下手作寄來的粉絲紀禮 那首先呢是這個 很多 很可愛的卡片 哇 每一張都好可愛唷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們來看他做的黏土作品 這個好像是一隻貓咪 紫色的馬卡龍的貓咪 很可愛 這個是 就像糖果一樣 然後大小就跟湯圓一樣 然後捏起來軟軟的 也很可愛 這一包裡面呢 全都是橡皮筋 還有橡皮筋的配件 哇 好多橡皮筋 這個是黃色的 然後這是黑色的 這是藍色的 這是藍色的 然後這包是 做橡皮筋裡面的一些 配件 然後跟很可愛的吊飾 狗狗的吊飾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 他做的 橡皮筋的手環 不錯 蠻好看的 好厲害喔 謝謝 再來這個是 他送的糖果耶 然後這些是那個 日本的糖果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謝謝 然後這些糖果都蠻有趣的 應該不是整人糖果吧 好這糖果還蠻可愛的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到 然後這個是一個 他做的作品 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是那個 很像那個 Hungendus的冰淇淋的杯子 然後這邊裡面是他做的 然後一些像冰淇淋一樣的聖誕 很可愛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然後這個很厲害喔 他是用那個 牙籤做的 然後剪一段牙籤 然後再用黑色的 籤字筆 然後塗成一節一節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巧克力餅乾 很棒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做的 軟軟的作品 他這個是 兩個像三明治一樣的麵包 然後上面很有創意喔 他還用那個 小夾子 把它夾起來 然後像這個是 是草莓口味的 他就用粉紅色的夾子 然後這個是藍色的 藍色口味的 然後他就用藍色的夾子 非常的有創意的 字字軟軟 那再來我們看後面這兩樣 哇 很可愛呢 裡面有熊貓 然後還有 兔子 然後寫著 BEST WISH 很可愛的一個紙膠袋 然後最後一個呢 也是他做的黏土的作品 很可愛的黏土作品 這個是香蕉棒棒糖 這個是 就是棒棒糖 粉紅色跟白色的棒棒糖 很可愛 以上呢就是 Yummy Beer 零下手作 所寄來的粉絲紀錄 那我們先來看第二位 現在呢我們再來開 第二位的粉絲紀錄 然後他總共有寄來了兩包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看 他是 魚魚 魚魚寄來的 痘痘姐姐說 我很高興可以粉絲紀錄 希望會喜歡 我送你的禮物 我有送你兩包喔 魚魚 好 這是他的ID 他的Youtube名稱應該就叫做 魚魚 那你們也可以上去看看 那我們先來看魚魚送的粉絲紀錄 這是HELLO KITTY 然後這是偶像學員的橡皮擦 然後這個是拼豆 然後 這是拼豆呢 是 可以叫痘痘姐姐自己做 然後他還有 很貼心附一個模板 這是一個 六角形的一個小模板 這個是他的拼豆作品 這是一個那個小美人魚裡面 Ariel 然後這個也是 哇他做的拼豆 然後這個是MACRA 裡面的人物 好厲害喔 這個是 小卡片很可愛的一張 生日卡片 非常的可愛 哇 然後這個是他自己用粉撲 做的 牛奶的軟軟 非常的有創意 然後這個是自年袋 然後再來這個是 杯原子 然後再來這個是杯原子 杯原子系列的 然後看看我們拿到的是哪一個 是這個 他的臉長得好好玩 你看 難度動作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也是一個HELLO KITTY的耶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呢 橡皮擦嗎 是橡皮擦嗎 是橡皮擦嗎 很可愛的裝飾 可以做 可以放在桌上的一個裝飾 但是他摸起來 又有一點點那種橡膠的感覺 就是完全不是塑膠的材質 就是很可愛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他做的草莓耶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草莓蛋糕 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做好多好多顆草莓喔 你看 其實如果有做過草莓的人 就知道其實做草莓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好 那接下來這一包也是他的 他的作品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哇 這是他做的一個好可愛的一個 愛心蛋糕 好厲害喔 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是他做的鬆餅 吊飾 然後再來就是他做的另外一個蛋糕 然後再來就是他做的另外一個蛋糕 綠色的可能是抹茶口味的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紅豆泥 紅豆泥 然後這是他做的另外一個愛心蛋糕 這兩個是一起的 然後這是他做的另外一個蛋糕 然後這是他做的另外一個蛋糕 也很可愛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金沙巧克力的貼紙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金沙巧克力的貼紙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最後的這兩個 這個是便條紙 這些性質都非常的可愛 然後最後一個呢是這個模具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模具 然後是像梅花一樣 是像一個花瓣的形狀 小小的很實用 然後我們下次也可以拿他來做黏土的教學 嗯 哇 以上呢就是亞米林夏手作 跟羽羽所寄來的粉絲紀錄 然後裡面呢有很多手作的作品 然後他們兩位的手作呢都非常的厲害 然後有拼豆啊 橡皮筋的高手還有軟軟 然後跟一些黏土作品的高手 然後都非常的棒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